记得你是谁 听一个故事改变你的视野 抉择与人生 哈佛大学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圣殿 哈佛商学院更是财与财的晋升阶级 每年秋天 精英中的精英挤进哈佛校园 每年夏天 戴上方帽的毕业生 迈向真实的人生路 除了学问和光环 这段与名师和精英共处的岁月 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书中的15位教授都是管理专家 他们孕育了成千上万名青年学子和企业主管 他们针对各种领导状况 提出正确观念和具体忠告 无论你是出路职场 还是位居要尾 无论你面临的工作压力 或成就竞赛 有些更重要 更基本的问题 还是只有你自己 才能找到答案 这本启迪人心的小书 共分开拓事业 管理自我 领导他人 建立原则四步 带给每个人指引 鼓励和方向 从中思考领导的真谛 成功的价值 与人生的争议 你就是你 区别生活和工作中的你 是耶鲁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 1978年 他因获得一项研究经费来到哈佛商学院 并于第二年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师 主要教授一年级的市场营销课 在其职业生涯中 他一直积极参与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历史项目 他是企业巨子 七位创业者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帝国 一书的作者 该书曾入选商业周刊2001年十大商业畅销书之一 他以课堂上的朴实和略带自嘲的庙语广为人知 学生刊物上曾刊登过他一系列的俏皮画 他曾面无表情地对商业史学生说 我擅长遇见过去 所以我总是正确的 而其他专业的教授 因为常常与未来打交道 所以会频繁犯错 当我开始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时 我们这些初出茅庐 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初级教师 常常去那些有经验的老师们的课堂上观摩 我们仔细观察他们每个人的教学风格 并往往会评价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他是否会问学生具体问题 并期待得到简明的答案 或者 他的问题是否很模糊 让学生们用当时流行的隐晦来说 神游天地 得出离题万里的答案呢 第二 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 向学生们展示自我 你也许听了某些教授整个学期的课 但是对他们本人却一无所知 而有些教授则不一样 他们会充分利用自我 将自己的个性 奇怪的习惯 以及幽默感 带进课堂 我那时还在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对于第二点 有些头痛 我很想投入和参与 想尽可能多地 把自己的多方面展示给我的学生 但是又很犹豫 是否要在那么多完全陌生的学生面前 毫无遮掩地展示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能够寻求到某种平衡 找到正确的立足点 我当时很年轻 也没什么职业经历 然而误打误撞 一次午餐时 我坐到了已故的 Anthony Ethos教授身旁 他德高望重 拥有终身教授席位 Anthony的教学技巧十分精湛 在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 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 《伟大的教师》就介绍了他 我们两人谈论到教师这个职业 所面临的挑战 我告诉他 在做一个好教员的同时 保持自己的本色是很难的 不 他说 你不需要做本色自己 只需向你自己就够了 我从未忘记过这条忠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体会也更深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的我 与工作中的我之间 做一个细微的划分 也就是区分我们是谁 与我们做什么 这个划分非常关键 这也是很多从商的人 容易忽略和误解的 至于商界里经常谈论的 工作 生活之间的平衡 不是一回事 这个平衡指的是 跳出办公室这个圈子 做一些私人活动 在工作之余 有丰富的精力 不疏远亲朋好友的合理需求 然而 Anthony表达的却是另外的概念 他不是指时间的平衡 而是说角色的平衡 我们能在办公室与家庭之间 成功地转换角色吗 并且 你想这样做吗 对于我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角色的区分给你很大的好处 尤其在个人隐私方面 作为一个教授 你同时需要教一百个 甚至更多的学生 你既不认识他们 也不想把自我完全展现在他们面前 或者把自传发给他们 所以 早上当你走进教室的时候 最好有一个在公共场合的形象 与你自己很像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可信的 在创造这个形象时 你不是在假冒 但同时 那又不是真实的你 那是一个职业化的你 实际上 你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 放一个屏风 一个可以相互渗透的分界线 两个角色既可以保持联通 又相对独立 这让你人生的两个领域保持独立 同时又不是排他的 或者二元的 让你在生活和工作中 轻松转换角色 相反 在你需要或者情况允许时 这个屏风的渗透性 又能让真实的自我渗透到工作之中 比如在学期初期 作为老师 面对那些你从未见过的学生 这个公众形象的自我 就占主导 但是 随着学期 渐渐过去 你与学生的联系加深 真正的你 逐渐展现 而教师的角色 逐渐淡化 在需要的时候 这个屏风将个人隐私 保护在合理的维度内 同时还有其他好处 不仅在教学中 在其他职业中 也是如此 建立一个类似自我的公众角色 有助于抵抗那些 在职业生涯中 必然会遇到的冷枪案件 使其对真正的我 伤害最小化 工作是艰难的 而且往往超出 你所能控制的范围 正如我父亲 一个在商界 摸爬滚打 四十五载的人所言 高处不胜寒 在那个竞技台上 有很多潜在的杀手 尤其是当你雄心勃勃时 注定会遭遇 很多这样的打击 在你最艰难的时刻 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事情会变糟 公司可能破产倒闭 朗讯科技公司 就曾辞退上半人 如果你将真正的你 完全展示在人前 那就是将自己 完全暴露于 该环境中的攻击之下 但是若将自己的工作 与生活区分开 你就能保护好 自己那块领地 在那里 你可以很安全地 抵御工作 施加的外部压力 相反 工作之外的那个你 可以给你支撑 给你持续工作的力量 在家里 你比在工作中 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你可以成为自己 想做的那个我 对于大多数影响你的事情 都有决定权 家庭能带给你一种 工作中所没有的 互惠关系 不管你怎样热爱工作 工作不能爱上你 然而家里的人 却可以 因此 你的私人生活 可以成为工作之外的 一个安乐窝 给你控制权 跟你回报 他能平衡你 职业上的起起落落 但前提 是他得到保护 并不受干扰 区分生活与工作中的你 给你在这两个方面 更有效的帮助 你可以发展 对于职业至关重要 但对于个人 却无关紧要的技能 反过来也一样 几年前 我对二十世纪的 企业家们 进行了一项研究 比如Henry Ford Andrew Carnegie Sam Wood 我研究他们的职业生涯时 发现了一些共同特点 一些帮助他们取得 巨大成功的重要性格特征 比如他们每个人都喜欢 用一个很醒目清楚的标语 浓缩自己品牌的价值 福特这样描述他的梯行车 他带着你到那里去 又把你带回来 科达的创始人 George Eastman说道 你只需按一下按钮 其余的我们来做 简洁明了 对于这些企业家而言 是无价之宝 然而 这些特性在你的私人生活中 却是毫无用处的 因为那些与商业 纯粹是两码事 一条对客户 有极强信力的标语 对于与个人的交流 不会有什么帮助 与家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 是细微的 感性的 敏感的 这种关系中的交流深度 完全不同于商业交流 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之一 你在一个领域内 所需的技巧和态度 不能简单移植到 另一个领域 因此 考虑到这两个人生舞台的区别 针对它们 两体才一 运用不同的演技 是大有皮的 不要误解我 我不是说你应该要把自我身份 两极分化 或者鼓吹你过一种虚伪的生活 也不是说在你踏入办公室门的时候 应该控制自己的个性 我不赞同两极分化式的区分 我也不认为工作是极端危险的事情 因为一旦将区分极端化 无异于在两个自我间竖起一堵砖墙 而不是一个屏风 你在铤而走险 将自己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想用两个例子 说明我这个建议的可能性 以及缺陷 这两个例子 不是课堂上或者理论化的 而是来自商界的两位顶尖人物 在我研究企业家时 我不仅研究了他们的事业 还研究了他们的生活 仔细考察他们是否 做了我前面所说的角色区分 伊斯曼和卡内吉 在他们的工作自我 与生活中的自我间 画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伊斯曼建立了一个类似他的自我 而卡内吉却不同 他的工作自我与生活自我完全不同 就像是两个人一样 伊斯曼在1900年所提出的 一美元廉价科达相机的概念 让摄影从神秘高雅的阳春白雪 变为大众化的消遣 在他得出我们从事的工作决定了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的休闲活动决定我们是什么 这一如此坚定的结论时 他显然对于身份这个问题有所思索 在生意场上 伊斯曼强势而苛刻 他切断其他竞争对手的供货商 有时候让雇员过度工作直到极限 生活中的他沉默寡宴 非常孝敬他严脉的母亲 他对待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截然不同 但是这两个自我是统一的 两者之间没有冲突 他潜在的价值观是 如他的慷慨大方 在二者中都有体现 当科达公司盈利后 他主动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他的工人们 在私人生活中 不像许多早期成功的企业家们 他积极地倾囊资助 非盈利性组织 其中包括Rochester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以及伊斯曼音乐学院等等 因为尽管在职业自我 与私人自我之间有所区分 伊斯曼保持了两者的一致性 与联通性 然而商场中的卡内基 完全不像生活中的他 实际上两者很少有共通之处 卡内基在生活和工作中 所信奉的价值观完全不同 在个人著作中 在个人著作中 卡内基贬低金钱的价值 并指出劳工组织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他认为可以不择手段的 甚至包括使用暴力 阻碍工会进入他的工厂 把工资压得分外低 而将自己的利润调得出奇的高 生活中的卡内基是仁慈而慎慨的 是文学和哲学建赏家 在商场上 他瓦解工会 而且冷酷无情 他没有在两个自我之间 形成一个可以渗透的分界线 而是把他们完全隔离开 于是二者变得不可调和 进入办公室 卡内基体现出来的 不是一个不同的公众形象 而是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当然 这两个人的故事 并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伊斯曼不是一个 让人赞扬的典型 卡内基也不是 我们应该警惕的典型 两个人都难以归类 卡内基或许是个 冷酷无尽的商人 但是 最终却成为了二十世纪 最伟大和最慷慨的慈善家 伊斯曼在休闲时间 所做的事情 也许决定了他的为人 但是 他却少有时间去享受 他说 一直到我四十岁时 我都不会微笑 但是 这两个故事 却提供了这样一个对比 一个很好地区分了工作与生活 另一个却区分得很差 同样重要的是 这些故事证明了 在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间 划风界限的争斗 不仅存在于个人事业的早期 而且贯穿人的一生 不管你拥有多少的金钱 成功和权利 不管是在你刚刚开始工作的头几年 还是在接近退休的时候 把生活中的你 与工作中的你区分开来 是一件很难平衡的事情 但却值得我们去努力 当一位妇女 告诉George Eastman 说她非常崇拜 她在商业教育中的强硬时 她这样回答她 在这个世界上 人必须强硬 但是 人也必须使自己心灵的某一部分 保持些许温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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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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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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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